加加減減總共就是負49萬 哇 我還以為是賺49萬了 哇 好可怕 下半年的名虧是 352815 負的嗎 真的 謝謝各位床上媽媽 也正在看影片的觀眾們 我愛你們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拼拼拼拼 今天是我們拼拼拼拼頻道 一週年 一週年就要來做一件特別的事情嘛 我決定要來公開我這一年的頻道收入啦 就是這麼的刺激 這一年我總共有15萬訂閱 這樣子的頻道一年到底可以收入多少 就來如實公開 好 那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們頻道一向走刺激路線 我是請我助理算的 就請我的助理 沒錯 那剛好今年是一週年 我們就這邊把它切成上半年跟下半年 平平要不要來猜猜看 上半年總收入大概是多少錢呢 總收入喔 反正上半年一定是賠的嘛 因為上半年基本上沒有什麼觀看 然後重點是來去了一趟北歐 所以我猜應該是賠的 肯定是賠的 哈哈哈 怎麼想都不是賠的吧 重點是賠多少 我猜應該 -15萬 -15萬 你想看北歐你花了多少錢 30萬 30萬 總共是賠49萬 -49萬 -4301 哇 我那邊現實打壓IT晚上了 沒錯 你真是把你的老本事物都掏出來了 太扯了吧 我一點賺頭都沒有嗎 有收入跟成本嘛 我們先講收入 收入的話就是有工商的部分跟流量的分潤 我們這邊就只看就是YouTube的部分 工商的話 收入大概是109250 一個月差不多1萬多 不錯 但就是在加油 流量分潤就是少得可憐 就是3063元 每個月大概就是500塊這樣 怎麼聽聽有點慘淡的感覺啊 今天不是應該是開心一周年嗎 那成本的部分的話 剛剛講北歐大概就是31萬元左右 拍攝的成本 包含一些拍攝道具的租借啊這些 差不多是5萬耶 1264 這麼高啊 沒賺什麼錢還敢花錢啊 其他的費用的話就會有人士成本 就包含剪輯外包跟攝影 加起來的話是244350 加加減減總共就是-49萬 哇哦 我還以為是賺49萬耶 哇好可怕啊 我上半年真的是一個勇士耶 我跟你講 以前的話 我自己可能採買一些道具上面 可能兩三千 攝影師大概三四千 剪輯費了五六千 所以一集差不多 一萬二左右 一集大概抓一萬到一萬二 有控制預算 有控制預算 我是往好處想的人 上半年的我 是天下第一落魄大將軍 其實我在上半年的時候 因為一開始大家也知道 我沒有找到我頻道的風格 各種系列都有做嘛 就是譬如說評價怪人啊 還有直播的精華這樣子 那時候的確是觀看少得可憐 就是一集要花到一萬二的成本 但是其實都兩千觀看 我那時候是影片上了一個小時 我上去看 哎 兩百觀看 最酷的那種感覺 所以其實我在上半年大概到第三個月的時候 就已經有一點 有一點忐忑不安了 因為其實我 當初的目標就是 希望頻道開一年的時候有十萬訂閱 所以一半的話 至少到那時候的年底 要有五萬訂閱 那是我那時候給自己的一個小目標 但是那時候大概到十月 十一月 我一直停留在兩萬五訂閱 那時候知道我年底到五萬是不太可能的 就在那時候 阿滴就突然發了一個訊息 你要不要跟我們一起來背哦 那時候我其實非常的掙扎 因為就如大家知道的 我們家比較家境不好以外 我的YouTube已經 這麼多個月都這麼的低迷 所以整個收入不高的情況下 我究竟要不要花那個三十一萬去北歐 我那時候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煎熬 我知道這是一個天大的機會 但是要花出三十萬 這個是我人生中從來沒有花過的金額 我那時候每天晚上都在想著 我要不要去 要去 不要去 要去 不要去 但是最後我心一狠決定給他衝下去 因為我覺得在年底 唯一能反轉的機會就只剩下這個了 所以我那時候就在想 唯一能讓我突破五萬訂閱的契機到底是什麼 大概就是這個北歐型了 我那時候就一藍絕藍的 跟阿滴說我去 好其實沒有一藍絕藍 我想了超級多個晚上 我覺得大部分的人可能會想說 這是一個這麼好的機會 你當然一定要去啊 可是呢 對那時候的我來說 如果我那個三十萬花下去了 沒有什麼收穫 沒有什麼曝光 那怎麼辦 我那個三十萬 直接丟水溝 對我來說的壓力其實是很大的 但是真的是很幸運有被大家看到 所以我才能走到現在 感謝你們 感謝北歐型 所以虧錢是有意料之中啦 但是四九萬四是有點超乎我意料 我們進到下半年 好的 好 那我們就進入到下半年 下半年的話 我們就是從二月到七月這段時間 先猜有沒有賺錢好了 下半年應該有吧 北歐型那真是一個轉機 在北歐型之後 就是開始有比較多的工商詢問 所以呢 我猜應該是有的了啦 有有賺錢 恭喜恭喜 恭喜屏老闆 謝謝各位 今天這集到這邊結束 有賺就好是不是 有賺就好 我們先來看成本好了 好 那因為下半年你也有去日本嘛 所以這邊製作的成本的話 大約是 二十四萬兩千六百八十一 再來是營運跟器材費 加起來大概是 八萬五千六百四十四 再加上 這個就比較高了 人事成本的外包 這邊是 三十五萬兩千七百一十五 欸你有想到人事成本有這麼高嗎 欸其實沒有想過 我不知道要講什麼了 那最後收入的部分 是工商有 七十四萬七千兩百零五 然後這邊的話是流量分潤 流量分潤的話有到了 二十九萬兩千零五十 謝謝各位 下半年多了還蠻多支有 就是三四十五十萬的影片 對沒錯 可是你找到了一些你喜歡拍 然後大家也喜歡看的方向 所以這樣子加加減減 下半年的贏虧是 三十二千八百一十五 負的嗎 真的 qualidade 謝謝各位床上罵髮 日子也正在看影片的觀眾們 我愛你們 三十幾萬 所以減上半年 四十九萬 還是負的嗎 還是很錢的 所以平平砰砰平到一整年 總營收市-136116 我該業嗎 會越來越好 好 我們的數據就公開到這邊 我現在已經有點難過到有點主持不下去了 下半年期主要的花費又變多的就是 一些有多買的器材去日本行 跟我們每一集的成本都有增加一點嘛 然後再來比較多的是人事的部分 因為在下半年的時候 我有多請兩位助理 那一位是企劃 然後一位是攝影 都是in-house 所以是開心的你知道嗎 我多負責了兩個人的人生 謝謝老師 不客氣 我在之前做製片的時候 我一直有個小夢想就是 我很喜歡的那些合作的夥伴們 因為在做劇組的時候 大家都是來來去去的 我一直很希望可以組成一個自己的team 然後再下半年我完成這個夢想了 這大概就跟大行星那時候 她倒在地板上 倒地不起的時候 她想到 欸對 我已經有這四個夥伴一起打進全國大賽了呀 所以我很滿足 我跟赤木鋼線一樣 我已經有我的團隊了 那當然 其實當初在找的時候也思考了很多 因為也有聽到一些前輩有說 找團隊是非常非常困難的事情 因為你要磨合啊 然後要確定她的人品啊 然後還有收支管理啊 這些都是非常麻煩的 那我最麻煩的就是人與人之間的感情 所以呢 找團隊不是走向毀滅 就是走向勝利之路 我覺得我比較慶幸的地方是 因為我之前就有在做劇組 我在當製片 我就是負責找人的那一個 我看人的眼光還算是挺有信心的 當然也是因為他們人太好啦 平老闆的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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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腿先通通抱起來 沒錯就是這個樣子 雖然說我知道這件事情 它有實施的難度 但是很慶幸 我覺得我有找到對的人 所以呢 我還滿慶幸 我有做過這個行業 就是當一堆詢問信啊 然後或者是一些合作 來問的時候 我有當機力端直接請人來幫忙 因為我自己也是不希望 商案的部分我處理不來 然後導致它爆掉 就不希望這種事情發生 所以呢 請人來幫我分擔 到現在 商案都好好的進行 感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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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平老闆 感謝平老闆 謝謝謝謝謝謝 下半年雖然說人事費用暴漲 但是呢 剛才聽到就是 不論是工商啊 觀看手藝都算是還有 蠻不錯的成長 很開心 下半年 我有找到一些 比較適合我的主題 那我覺得我跟觀眾都喜歡的是什麼呢 我的時候就想了很久 那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標誌性的系列 溫泉系列 我超級喜歡泡溫泉 我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泡溫泉的人 接下來的走向呢 就是希望可以 站穩台灣溫泉達人 朝這個路前進 還是可以希望可以透過這個系列 然後找到跟我赤同道合的朋友們 所以大家不要害羞留言 盡管留言 不是請 是麻煩了 麻煩了麻煩了 好啦各位 已經如實的公開了我這一年的 YouTube頻道總收入 那因為我平常都是 埋頭苦幹 做的是類型拍片啊 然後開始狂撿啊 然後直播啊 做菜啊之類的 是沒有想到會倒虧的啦 我們上半年跟下半年來看 已經算是有 慢慢的步入正軌了 我其實在當初做YT的時候 我是有想過 大概可能要蹲個兩三年 所以我已經算是很幸運了 然後也很感謝大家 會願意過來看我的影片 下半年也多了一些阿傑的元素 然後呢 大家看得很開心 我也很開心 所以在YouTube 新的一年 我會繼續好好的做 然後再多開發一些主題 那當然首要目標就是 坐穩溫泉女王 再來呢 適合我的主題 然後大家也喜歡的 畢竟在YouTube這個平台裡面 我就是要服務喜愛我的觀眾們 所以呢 你們大家喜歡看什麼 下方留言 我會盡量實現大家願望的 那這一年我會繼續努力 然後呢不要被演算法打敗 今年的演算法真的是 競爭非常激烈以外呢 你非常難懂它 畢竟大家看 這個牛舌路跑的觀看 這個雙胞胎QA的觀看 這個世界上怎麼可能 對我跟阿傑兩個雙胞胎有興趣的人 會比日本哪邊牛舌比較好吃還要多 所以呢 演算法真的是越來越難懂了 但是我會打敗它的 呵呵呵呵 今年目標 打敗演算法 我是拼拼摸摸 YT一週年快樂 下次再見